大家好 今天2021年12月6日星期一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 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时事热话 今天主要是想讲一件事 今天想讲讲逃犯罗冠聪 获得美国总统拜登邀请 参加他未来12月9日和10日的民主峰会 着草通缉犯罗冠聪在社交媒体报起 他认识自己正式获得美国总统邀请 出席即将举行的民主峰会 他会在12月10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 在保障人权和巩固民主及对抗威权的这两个议题 去讨论有个讨论环节 会发表一段连接两者的讲话 罗冠聪亦事先张扬 他说他会在他的演说里面 就会谈及到中共对国际社会的威胁 香港以及其他地区的民主抗争 亦都会呼吁国际社会团结 一起去对抗威权崛起 他说不像以往那样缺乏警惕 这些内容应该適合美国人的口味 罗冠聪到时一定会得到他恨了很久的掌声 因为他自己就觉得他自己是代表香港的国际代表 只不过美国邀请的香港人就只有罗冠聪一个 对于擅长以片概全的美国人来说 罗冠聪就等于整个香港 所以香港人又要被这些黑暴逃犯代表了 欧美又会觉得香港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拜登出面要邀请罗冠聪出席 为什麽呢 唉 又是死心不惜 想找机会搞香港 即是拜登真的贪罗冠聪很厉害 很厉害吗 当然不是 美国以为自己搞一些小动作 好像很聪明 但其实对中国来说 不是一个通缉犯 一个手下败仗 罗冠聪真的以为找到一个大靠山 这件事我们不知道 可能罗冠聪真的这样想 因为应该如果你想想 如果美国总统亲自请的 那其实是不是 仰起他呢 大家猜猜 不知道 是不是其实美国只有一个罗冠聪呢 那就是那句 美国不要那么傻那么天真 阿爺连美国都不舍 即是怕你什麽罗冠聪你什麽 那说真的 对于这些 走了佬穿了草 那些逃犯呢 例如罗冠聪那样 香港呢 是真是无奈地 就算他在呼吁选民 无视这个未来19号的立法会选举都好 就是踩着香港法律条红线 都没有用的 廉署在香港呢 只能够就是回带 但是重新根据这个选举条例呢 就说就是任何人如果在选举期间内 即公开的活动煽动 另一个人不投票或者投白票呢 那即属犯法 廉署也都循例有说就是 如果有人违法呢 就会依法按既定的程序去处理的 那好像之前呢 廉政公署呢 也都通缉着两个穿了草的正棍 许智峰和这个邱文进的 那因为他们呢 就指他们在那里煽动市民去投白票 和不投票的 那与此同时呢 时事评论员呢 兼这个黄丝学者呢 梁启志呢 就到达了这个台湾了 那要去台大就做访问学人 那就说已经答应了台湾呢 不同的院校就分享 他所知的香港研究和故事地说 那即是有一个 他们认为他们是国际代表 又去唱衰香港和中国 那跟罗冠聪的情况呢 有点相似 是一个黄丝学者眼中 香港究竟是怎么样 他的研究呢 又会研究到些什么结论呢 说真的 不止梁启志 之前的萧若元 沈旭辉 桑普等等 都是去了台湾啦 台湾人也是 当正这些黄丝的想法 就等于 香港人的想法 真是 真是 很难想象到 大家说起呢 就是 如果 问人家 12、19日 会不会 投白票 或者是否投票呢 会不会触犯到法律呢 就令我想起最近这一排呢 这些黄电台呢 经常在电台上呢 就访问一些 一些机构做一些投票的民调 就说 他在讨论些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民调里面呢 有一些问题用不同的形式呢 去问受访者究竟 究竟今届的12月19日 你们会不会出来投票 会不会投白票呢 究竟 有没有触犯 这个联署 的条例呢 那 大家其实 讲来讲去 都是用想尽办法 都是想 似乎意图 好像暗示 叫别人不要出来投票 那样 其实 我们身为一个正常 都当香港是我们家的一份子 12月19日 大家真的一定要出来 用你们的选票去投票 不如这么说 其实香港在国际间 都没有什么话语权的 就是 那些外媒呢 是不是乱禁报啊 逃犯乱禁讲啊 那些学者乱禁说啊 其实政府呢 只能够是被动地 发信回应 就是作用相当有限 那么 在后黑暴时代呢 香港怎样可以重建 国际形象呢 很明显 事到今天 香港的政府呢 都还未有一个答案 我们12月19日 用我们手上的一票 说给一些外媒听 香港在这个新的选举制度下 应该是爱国者治港的 大家一起站出来 一起去投票 好 今天的今日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明天再和大家点耳下 不是